谁能想到歌手2024时隔四年重新开播后 竟因为一个主持人被骂上了热搜 这位场外主持是一个24岁的00后 名叫周薇薇 明明是正青春的年纪 但她的脸却看起来 科技感十足 仿佛已经有着十年的整容室 不管是她过于饱满的苹果肌 还是欧式大双眼皮和僵直的鼻子 她的五官几乎哪里都重斥着人工感 看起来只觉得奇怪 可翻看周薇薇的早年照片 也曾是一个清秀美丽的姑娘 而如今成了这副模样 可见整容过度是多么可怕 在娱乐圈有不少原本长相经验 但追求美丽选择过度整容的女星 单看她们的脸可能看不出有什么不妥 但与那些自然脸相比 差距不是一星半点 一 张萌玉唐渊 当年收看过夏家三千斤的观众们 一定记得那个善良纯洁的夏珍珍 因为夏珍珍不仅性格单纯 为人坚强善良 她的脸也如一朵小白花般美丽 那时夏珍珍的饰演者张萌只有23岁 刚出道不久的她浑身洋溢着少女的青春气息 张萌的长相并不是让人一眼看过去就惊艳的类型 可她邻家妹妹一般的气质 还是让她收获了许多观众的喜爱 之后在电视剧《美人心记》里 张萌饰演了只有两分钟镜头的魏子夫 但这短短的两分钟惊艳了无数人 张萌也因此被封最美魏子夫 由青春小花转型为古装美人后 张萌逐渐成为了当红小花蛋 可名气越来越大 这一生也开始出现 在2013年张萌参演了电视剧《天龙八部》 饰演经典《美人王雨嫣》 前有刘一飞版作对比 张萌的扮相便少显逊色 这部剧播出后 张萌难看的话题越发成为网友们的讨论热点 而张萌也自此走上了整容的不归路 如今张萌再次出现在大众事业时 不再是因为她出色的作品或惊艳的扮相 而是她的脸越来越僵硬 曾经的青春小白花 终究变成了整容失败的模板案例 但回顾张萌的成名作下加三千斤 其中饰演夏天美的唐燕 如今已成为了一线大咖 那时期的唐燕与张萌站在一起时 只让人觉得是两个凉厉的小姐妹 可如今在拿她二人的近招作对比 整容脸的张萌已经远不及自然脸的唐燕 唐燕这些年发展势头迅猛 不仅优质作品不断产出 胭脂也一直在线且十分能打 如今四十多岁的唐燕依然保持着甜美 但也并未过度整容来保持少女感 而是自然优雅地接受岁月沉淀 曾经的两位小花现在依然天差地别 二 刘以彤与郭小婷 之前央视一套播出的电视剧 逐江人家引起了网友热议 其中讨论度满满的 出了张翰和杨硕有腻感十足的演技 还有一位大家熟悉的故人 她就是真穷传颂之的扮演者刘以彤 当年在真穷传里松枝 在众多容貌倾城的娘娘中 显得并不出众 可也算得上小家碧玉 文婉可爱 出了真穷传 刘以彤在她出演的其他影视剧里 也同样美丽动人 其中最出圈的 就是《西乡传奇》里 柔情似水的维兰芳 这部名不见经传的老剧 近年来被扒出 也是因为刘以彤在里面 惊艳四座的古装扮相 维兰芳眼神寒情麦麦 妩媚而柔情 许多网友调侃 怪不得曹贵人说 宋芝有几分姿色 如今《珠江人家》上线 刘以彤在剧中 饰演了徐兆龙夫人 观众们也惊奇地 发现了这个熟悉的面孔 但更让人意外的是 她如今人工感满满的五官 笑起来过于尖锐的下巴 与奇怪的苹果鸡 让人们险些看不出 这是从前那个俏皮可爱的宋芝了 而《珠江人家》的女一号 郭小婷 虽然比刘以彤小了八岁 但看起来完全像是两代人 剧中的郭小婷 即使被高清镜头对脸拍摄 脸部的五官依旧精致 皮肤也是紧织而细腻 难得的是 她与当年刚出道时 差别并不明显 不管是从前先见 骑侠转三的花莹 步步惊心的明明格格 还是如今苍蓝绝的谢婉清 朱江人家的陈丽下 郭小婷都像吃了防腐剂一样 着气蓬勃 有着自然的美感 而整形过度的刘一通与她相比 本就不太自然的脸 更加相形见出了 三 肖强与于飞红 当年有多少人 因为一连幽梦和小李飞刀认识了 台湾第一美女肖强 不仅在台湾被挑选为第一美女 在大陆 肖强也是当年公认的大美人 她有着脑袋适宜的长相 搞挑纤细的身材 既能演出汪绿萍的高贵骄傲 也能演出林诗英的我见游莲 那个头上斜插一把扇子的经典造型 至今一直被模仿 但从未被超越 可也许是对美貌的过度追求 逐渐年老的肖强 一直沉浸于一美整形之中 代替作品不断被讨论的 是她不断整容失败的新闻八卦 如今已经56岁的肖强 虽然坚持自律 身材依旧在线 但僵硬的脸部充满科技感 甚至脸颊已经出现了不对称 疑似整容失败 而那个在小李飞刀中 被肖强咽压了的 惊鸿嫌子于飞红 如今却越来越有韵味 53岁的于飞红 已经成为了不老女神 随着年龄改变的 只有她历经岁月打磨出的优雅气质 就在今年备受期待的电视剧 《庆余年二》里 便有于飞红的身影 她在剧中饰演了皇后 预告里虽然镜头不多 但于飞红的扮相 依然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积成熟风韵和强大气场于一身 年轻时 燕京四座的林诗英 被整形毁掉了星途 但选择自然美的惊鸿仙子 还在继续着她的演绎之路 四 舒畅与刘玉飞 在许多00后的记忆中 舒畅是妥妥的童年女神 因为她实在娇娇动人 加上圆圆的娃娃脸 让舒畅拥有十足的灵动感和亲和力 舒畅未满15岁 便出演了著名电视剧《小庄秘史》 饰演董厄飞宛如 四年与同样年幼的刘亦飞 参演电视剧《金粉世家》 饰演八美金美丽 之后一部部经典影视剧 让舒畅彻底从娃娃脸童星 进化为气质美人 代表作数不胜数 而不管现代妆还是古装 年轻时的舒畅总能完美驾驭 甚至饰演天龙八部的天山童老师 顶着奇怪发型 剃掉眉毛的舒畅 依旧充满灵气 但本应越来越红的童年女神 如今却几乎在荧幕上销声匿迹 只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分享美图 虽然舒畅经修过的照片美丽动人 但已经和网红脸无异 仔细辨认才能看出 曾经娃娃脸少女的模样 照片里 不管是直挺挺的鼻子 还是突出的下巴 都流露出一枚整形痕迹 尽管舒畅曾回应称美颜开大了 但如今她的大变脸 也是无法掩盖的事实 许多网友不禁为舒畅感到惋惜与遗憾 那个童年女神再也无法回来了 反观那年金粉世家里 同样只有14岁的刘亦菲 现在她仍是无人质疑的角色美女 娇憾精致如同洋娃娃的白秀珠 永远无法超越的白月光小龙女 引起逼人的花木兰和坚强优雅的赵盼儿 不同年龄的不同角色 构成了神仙姐姐刘亦菲 36岁的刘亦菲 尽管失去了少女气息 但依旧有着无欲伦比的美丽 在她的新剧《去有风》的地方中 许红豆脸上出现了岁月的痕迹 但没有过度一美 仍让刘亦菲保持着自然之美 少年成名的美人们似乎更害怕老去 但比起过分整形 自然老去才更能不留遗憾 最后 歌手2024主持人的科技脸被全望群嘲 不禁让人反思应该如何去追逐美 老去是每个人需要接受的命题 没有人能保持一辈子的少女感 即使年少时再惊艳了时光 终究会垂垂老矣 通过适当的一美保持美丽无可厚非 因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但无数曾经那样貌美的女星 因为过度正心而面部僵硬 成为千篇一律的网红脸 这一现象让人痛心 比起追逐美 更重要的是追求怎样的美 自然老去 始终是面对岁月最好的一美 最后进去了吧 的国itte 数学anger はい 要是